赛斯书 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 曾对那个架构略见一斑 而给了它许多名字 可是如果你造访一个国家 你往往会以你曾去过的小小地区 来描写整个国家 虽然其他部分也许在地理上 文化上与气候上都相当的不同 那么那些或多或少感知过架构二的人 按照他们自己短暂的造访去描写它 理所当然的认为 部分是全体的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柏拉图把他认为是理想的世界 而在他内看到 在每个不完美的物理现象之后的完美模型 他把那个领域想为永恒不变的 一个完美却冰宁的合成物 他在一方面固然的确会激励人去获制成就 而在另一方面却也责备他们的失败 因为他们的成就在对比之下 必定好像很卑微 于是柏拉图视架构二 为一个令人赞叹的绝对模型 人所有的成果都在其中 有其最初的来源 按照这个观念 人自己无法影响那个理想世界分毫 不过他可以用它作为一个灵感的泉源 有些古老的宗教把神明的存在放在那 而认为每个生物的灵存在于 那个看不见的实相媒介里 因而架构二一直多少被视为 你们世界的一个来源 基督徒视他为天堂 为天父 他的天使 圣人 以及死去的虔诚信徒们所居之地 一度 科学家们的理论认为 以太是物质宇宙存在的媒介 架构二是世界意识存在于其中的心理媒介 自我这个字颇为遭人议论 而它在许多圈子里 名声都不好 可是我把它用来表达 自己通常有意识的取向部分 它是你对你是什么的 有意识的版本 一个精彩的形容 如果不嫌我自夸的话 自我是被向外导向到物质世界的 不过 它对你们的一些无意识活动也有所觉察 举例来说 它是你认知为你的那个你 因此 它就与你一样觉察到你的梦 而它也相当意识到 那个事实 即它的存在 是建立在它自己并没有拥有的知识上 就如你有一个完全有意识的 被导向物质世界的自我 你也有一个导向内在实相的内在自我 换言之 你有一部分完全有意识的自己 是在架构二里 在你们普通世界里 我们仍称之为架构一 在你们普通世界里的自我是特为配备好 去处理那个环境的 它以阴与果及顺序性时刻来操纵 它处理一个客观化的实相 它可以延展它的能力 而变得比平常更觉察内在世界 但其主要目的是与果的世界打交道 去接触世界 内在自我是全然有意识的 不过它是你的一部分 负责处理事件的形成 而得意地沉浸在被你们特定的时空 所具体排除的一个颇具韧性 与创造性的活动力 所谓的无意识 是相当有意识的 我以前说过 却是在另外的活动领域里 可是在自己这两个部分之间 必然有一个心理小事 这些仿佛未区分的地区 在其间发生往复的转移 当然做梦时间提供了那种服务 因此在梦里 这两个自我能会面 而融合到某个范围 就像在一辆夜车上 可能碰头的陌生人在交换意见 而在谈了一会儿之后 惊奇地发现 他们真的是很近的亲戚 他们二者都在这同样的旅程上 虽然他们看似单独在旅行 以那种说法 这未区分的地带 实际上是充满了活动的 在那儿做出了心理上的转移与转意 直到在梦里 这两个自我常常彼此融合起来 因而你有时会带着一种 短暂的兴高采烈的感觉醒来 或是带着在梦中 你遇到了一个 你重视的老朋友的感觉醒来 你们的世界住着一些人 他们专注于具体的活动 而与那些成品式的事件打交道 至少以一般的说法 你们的内在自我则 住在架构二里 而与那些事件的实际创造打交道 那些事件随后再被客观化 既然架构二的规则是不同的 那个实相完全不被你们物理的假设 所限制 因此它包含了在地球上曾经活过 或将来可能会活的每个人的内在自我 我现在谈到的 只是那个架构与你们世界有关的那一面 而非它与其他实相之间的关系 稍早在他自己的经验里 鲁博把那个架构描写为 那个英雄式的次元 他相当正确地看出 在这两个架构 你通常在其中运作的那个架构一 以及这另一个更总阔性的实相之间 有一个伟大的交互作用 然而他并没透彻了解 所涉及的创造性的分支 因为在那时他还没想到 你们世界的主要工作 事实上是你在那个你存在的 更广的一面里做好的 具体地说 你们脱手可得某些累积的知识 那是经由历来的口耳相传 书的记录 及电视传下来的客观化资讯 现在你们用电脑来帮你们处理资讯 而你们对具体的知识 或多或少都因此可以直接得到 你们借由感官的运用而获得它 知识被系统化了 在那儿 人们在某个特定的一门学问 累积了事实 在以某种方法处理它 你自己的感官 每时每刻都在带给你资讯 而那个资讯 以某种说法 已经按照你自己的信念 欲望及意向 被无形地处理过了 举例来说 你会忽视某种 另外一个人会立即而紧抓住的刺激 将它视为资讯 那么即使在你们自己的世界里 你的兴趣与欲望也被用为筛减出某些资讯的组织过程 在架构二里可得的资讯 以你们的说法是无穷尽的 它是你们世界的源头 因此它包含了不只是所有具体可得的知识 而是更多的多的 在任何方面 我并不想把内我与一个电脑相比 因为一个电脑并不具创造性 也不是活的 你当然认为你所知的生命 即唯一的生命 然而以那种说法 它只是你只能称之为较大生命的显现而已 你的生命是由那较大生命跃出的 这也并不是以贬义的说法来比较 你所知的实相与其他来源的存在 因为你自己的世界包含了一种独特性与一种原创性 如每个其他的世界一样 以那种说法 那是不存在于任何别处的 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或存在 是像任何其他一个的 举例而言 内我是觉察你转世活动的 你自己的那部分 它是你那存在于时间之外 却又同时活在时间之内的部分 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 不过你所觉察到的自我 显然无法为你形成你的身体 或长你的骨头 但它知道如何估量世界的状况 它能演绎 你的推理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但单靠它却不能压送出你的血液 或告诉你的眼睛如何看 内我做那些带来已决定的事件的实际工作 以非常简单的说法 如果你想拿起一本书 而后这样做了 你有意识地惊艳到那件事 虽然你对把那个动作带来所发生的 所有内在事件相当地不差 而内我则指挥那些活动 如果你想改变工作 而心怀那个欲望 一个新的工作 就会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进入你的经验 因为内在事件会由内我来安排 一件身体上的事件 涉及了许多肌肉关节等等的作用 就如涉及工作改变的一个事件 也关系到许多人的动作 并且暗示了所有牵涉到的内我的一个沟通网 那么显然的 一个具体的群体事件 暗示了一种在比例上 会把你们科技性沟通比下去的内在沟通系统 那么再一次的 你可能不知不觉地染上一种病又恢复了 却从来没有觉察过你的毛病 而你被治愈是因为一连串 似乎与那病本身毫无关系的事件 因为在架构二里 内我知道患病及其痊愈的理由 带来会弥补那状况的那些适当的情境 当没有事阻碍了复原的时候 这种事情就会自动地发生 在内在与外在自我之间的沟通 显然应该尽可能地清晰而开放 一般而言 内我依靠你对具体事件的估量 你对你生活隐私面的关注 以及你在群体事件中的参与 都与你对具体情况的估量 以及你对它的信念与欲望极有关系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想写一封信 你就会去做 在你的欲望 信念及那个行为的实行之间 没有冲突 因此那个行为本身顺畅地流出 如果为了某个理由 经由一个对你现况差劲的估量 你相信这样子的一件行为是危险的 那么你就会阻碍在 欲望与实行之间的那个流出 由内我开始 那个创造之流会被阻碍